今天主帝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奔跑吧女孩 那男孩怎么办 今天会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知道 这个主题是妇女纪念祝日 那从第一章开始 你们会看到一个好 有没有看到三个女孩笑的这么开心 你应该问你身边的姐妹 因为我多久能笑的这么开心了 我觉得女生真的是结婚 回家要还小孩 出门又要给老公做面子 那国家讲话又不能太大增 那所以好多东西 你只好啊那台语都在吞下去 就要把它憋在心里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忘记 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帮助 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身 女生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觉得已经有被尊重的部分 已经提高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的心理压力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 去把它交托给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我本来放个照片的时候 我有想到说大家一定都会跟我说 这好像是牙科的广告 你看每个人的样子都好白 但是我觉得是要提醒我们 你可以笑的这么开心这么参赖 女生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 到底是怎么被看 女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女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一个身份 那女生有没有被看低的时候 也有 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人怎样说 他就写说这是女人 女人他怎么说 女人呢 他说 来这个水汪汪的眼睛 特别的吸引人 那有一个男生这样形容女生 有一天他们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那个男生 两个男生就在对话 其中一个男生就跟另外一个A男说 A男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永远记得 女人的心肠比毒要怎么样 还要毒 所以你绝对不要接近女人 他就想说 A男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了 他说我失恋了 隔天呢 这个A男就看到那个跟他讲话的那个男生 怎么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 那他就跑去问那个男生说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女人的心肠比毒要还要毒吗 为什么你现在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 那个男生就回答他说好 因为我真的撕裂很痛 所以我想要服毒怎么样自杀 今天你怎么样看女生啊 那你心中的女生是怎么样的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男生应该怎么样看女生 好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里面怎么说 圣经里面的亚当说 女人是男中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所以男生应该怎么看女生 这是我的宝贝 要呵护他 那女人在圣经上在新约里面怎么说 哥林多前书 他说11章7节 他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 当许多人觉得女生的地位 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或者是有时候你曾经会遇到什么辛苦的事情 不要忘记 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看我们 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很珠贵的地位 奔跑吧女孩们 我希望明年就可以变成冲靶女英雄 我觉得女生是一个 今年5月20 今年5月20 那也变成冲靶 女人是一个神所造一个陪伴男生的 很重要的一个人 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妈妈 那我们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教会的女生怎么样的服事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厨房怎么这么干净 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一起来服事 一起来行动 那很多时候 人家哭的时候 只要去抱一下 女生去抱一下 他就会哭得更严重 所以女生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 他有一个温柔的面向 他有一个爱的面向 有一个爱的传递 那今天我刚刚有说 是一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 这是我们教会的妇女团契 有看到很多妇女们 这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团契 那他在1995年总会决定 要有一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期 是一个为妇女所准备的时期 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拿起周报 你可以翻一下台语的礼拜内容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好多妇女团契 妇女团契有限师 那今天的讲道也都是女生 师会也都是女生 念圣经也有我们的会长 妇女团契的会长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主日里面 特别排那么多事工给妇女团契 第一个是要提醒妇女们 你们大家都可以出来服事 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 她能不能出来服事可以 小女孩能不能出来服事可以 中女孩年轻人的女孩 可不可以出来服事可以 年长的呢七八十岁的呢 能不能出来可以 所以妇女主席提醒我们 在这个多元的服事里面 妇女可以担任很多的角色 因为你们是神的眼中 看为宝贵的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上礼拜在台语礼拜 有讲到一个生命意义的部分 那这个礼拜 我还想要再带你们来想一下 上礼拜我在台语分享过的 我在台语分享 有两个人在吃早餐店 那两个人一看就都知道是妈妈 从坐下来吃早餐开始 到我吃早餐结束 其中一个妈妈大概叹气叹了五次 说冷难做 至少说了也有差不多五次 你觉得冷难做吗 你觉得做冷很难吗 我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压抑自己 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棒 我好像就是只能这样 我就是在长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所以我的限制就是这么多 可是其实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框框 给限制住 有一个哲学家说 如果我没有去思考 你生命的意义的话 那你活着会很痛苦 所以我那天就特别上我们去查 妇女的自杀比率呢 不是妇女 只要是女性的自杀比率 是高于男生的三倍 是高于男生的三倍 可是如果以自杀比率来说 通常男生死亡的比率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男生都用比较直接 比较很确定的方式 所以其实 但是提醒我们一个 一件事情就是 妇女在这个世代里面 她一定有她的压力 所以她容易觉得 她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那你怎么在这里面 找到你生命的意义 这一个人 他是法兰克医师 他创造出一个意义治疗法 这个治疗法从哪里来 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的 就是说当时的领导者 希特的他很讨厌犹太人 所以他就打算把犹太人 全部都抓起来 关着 想办法在监狱里面怎么样 虐待他 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喝 每天照三餐打 如果是你在那个监狱里面 你会有什么感觉 在那个监狱里面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呢 每天被打 他还是过得 还是坚强的活下去 另外一种人 只要想到今天被打了 想到他的生命可能要结束了 他会自愿说 那你把我拖出去打 然后让我赶快服刑 让我赶快死 所以有两种人 一种是就算他被打 他还是能看见 他具体的盼望在哪里 一种是 他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盼望 这两种人差在哪里 法兰克发现这种有盼望的人 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他知道他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四岁的小孩 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七八十岁的妈妈 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漂亮的老婆 所以当他在受苦的时候 他能很清楚知道他生命的目标 跟印象在哪里 跟他想要做的 达成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女生 特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时常找不到我们自己要干嘛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受感情影响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又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一样 喊出这就是我的生命 你的生命过得好不好 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最大的损失是什么 我上次看到这个标题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说出很多人的心声 我们这一次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失是什么 就是活得像个没人爱你 你有觉得没有人爱你吗 你有觉得你过得非常的辛苦吗 神说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上礼拜我在台语讲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爸爸找一个牧师去看他的孩子打球 老实说他的孩子的球技非常的普通 所以呢在打球里面呢 三分球也投不进 两分球插板球全部都拿得到 甚至他的球还一直被拿走 那个爸爸就都一直尽性的坐在那边 看他的孩子打球 等到快结束的时候 他的孩子怎么样 接到一颗球 做了一个动作 投进去 哇三分球进了 你知道那个爸爸本来安静的坐着 马上抱着那个牧师说 那个就是我儿子 你看一看他打得多好 刚刚有很不好的都不在他的眼里 他不会去计较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 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棒 都是这么好 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神会静静的在旁边陪我们 当我们做错的时候 神也不会计较你的错误 只要你真的愿意把你的心悔改 转向神 神就接纳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 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 你有玩过吗 Keyro你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你是怎么样被创造的 那我特别选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 先加入一点什么 幽默感 再加入一点自尊心 放入一点人气 在我看A5B里面 这是最有最棒的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那有些人被创造出来是怎么样 啊 神在创造我的时候 一开始就啊 不知道加了什么 第二次又啊啊啊 又不知道加了什么 最后神也不知道 考不清楚他到底加了什么 然后就嗑嗑嗑嗑嗑 在你们身边里面神怎么创造 这只是一个 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看见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游戏 可是我发现在A5B上面的时候 有些人被创造的好像很富有 可是你知道他在底下留言怎么吗 他说好像真的跟我好像 神就是这样看我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是这样被看的吗 你的形象真的是这样吗 错了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神怎么样造我们 造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而且呢害你们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型的活物 所以今天你的地位 是刚刚看的那样 神随便买造啊 NO 神给你按照他的形象造 你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 所以你要去想你到底是谁 你的生命里面有谁的形象 有上帝赐福给你 而且他托募你一个很大的责任 这三点不是听听而已吗 有一个妇女她上天堂的时候 天使问她几件事情 天使问她说你是谁 她说我是市长的妻子 天使跟她说我没有问你说你是谁的妻子 她说你是谁 她回答天使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她说我又没有问你是谁的妈妈 她说你是谁 说我是老师啊 好这时候就开始不知道回答什么 天使说我没有问你做什么职业 她又问她一次说你是谁 她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我告诉你我每个礼拜都有奉献 而且我都有帮助求人 这时候天使只跟她说 你还没有发现你自己是谁 所以你还不能来这里 就打帮她回去 回去之后这个妈妈一直在想说她自己是谁 后来她把所有的身份都拿掉的时候 她发现 她的身份被很多东西给束缚 今天我是一个妈妈 所以就算我想出去放松一下 我想出去做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一个妈妈 所以我非得要被限制在我的孩子里面 我做的再怎么不快乐 我都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放松一下 今天我是一个老师 所以我必须要板起我的面孔 小孩子不管就是怎样 打下去就对了 可是我心里非常爱这个孩子 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孩子说过 我爱你 她的身份完全被所有的东西给限制住了 今天在你的身份里面 你有发现神给你的生命的形象是什么吗 你有被你生命中的限制给限制住了吗 妈妈这样看我 爸爸这样看我 老师这样看我 你有发现神怎样看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 她要给你做的特别的事情 你可以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特别是妇女们 在我们知道以前的生命 看我们的眼光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 在一个很辛苦的世代里面 耶稣基督就跟女生有一个很棒的谈话 甚至安慰她们 甚至带领她们 甚至跟她们有分享 有对话有言解 同样的今天神也要跟你有一个很棒的祝福 是你可以跟她分享 跟她对话 跟她有一个很好的连结 所以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没有改变 而是在你自己能不能彰显这样的荣耀株 有一个澳洲的第一个传道人 一个女生 她说她从小就被说 她那是女孩子 你是女生 你就是不重要 你就是二等公民 那所有的重要的事情呢 都没有她的份 要吃鸡腿有她的份吗 没有 当然是哥哥先吃 要做一件好的事情有她的份吗 没有 当然是男生说 所以她说她的身份里面 她就一直围绕着 这样辛苦的想法 一直到她长大 发现神给她一个很大的呼召 她整个翻转 今天神也给你这样的呼召 你有没有开你的眼睛去看见 所以我要特别鼓励女生 你们能活出你自己的特别的地位 能活出神给你的专场 能活出神给你的创造性 今天我们看了这个皇后 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莫迪改去告诉她说 你今天得了这个位分 不是按照 就是照着今天 现今的机会吗 神也给你机会 神也给你一个呼召 其实莫迪改丢这句话 给以斯帖的时候 她是丢一个疑问句给她 要她自己去想 今天神也丢一个疑问句给你 焉知你今天得了妈妈的位分 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不知道你今天得了女生的 这个身份 不是为了现今这个机会吗 所以这个疑问句给你 你也一样可以去想 后来她请所有的人为她祷告 同样你也可以请所有的人为你祷告 这个故事我们知道 她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 大家也常读 那在这里面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 她生命的智信 上帝把我 放在这个地方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 她想要怎么样用我们 她到底想要用我们的吗 专长 所以胖胖的这个季节里面 在这个主日里面 女生们可以去想 男生们也可以去想 神对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意 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祝福的开始 因为神给你放在这个地位 祂就会给你有这个恩典 有这个能力去带领人 旧院里面有很多妇女 她们做了很多事情 以思铁 路德 摩西的妈妈 挪亚的妻子 这些都是女生 她们都做了很多荣耀神的事情 同样 你也可以做很多荣耀神的事情 最后我要用两个故事 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女生 她的名字叫做德雷西亚 她的收入放在 慕永康的一个 烈火神迹的一本书里面 她有这样记载 她说这个德雷西亚 她是一个很有恩高的女传道人 那她从小 她就自愿说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 所以她最想嫁的人就是慕斯 如果看到慕斯 她就觉得 如果我可以嫁给她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所以她从小就在这个生活里面 一直想说 我以后要成为传道人 那我要嫁给一个慕斯 长大之后 她真的嫁给一个慕斯 当时她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反对 因为她觉得 她的女儿不适合嫁给她 可是这个女孩子 因为她对神有梦想 所以她一直觉得 我就是要嫁给这个慕斯 他们结婚了 跟这个慕斯结婚了 十二年后 他们离婚了 因为这个信仰并没有改变 这一个慕斯 那离婚之后呢 这个德雷西亚 她不敢回去 而且离婚对一个慕者来说 对一个传道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光荣的事情 所以她也不敢讲 所以她就都不敢回去 那后来她一直觉得 她知道神没有拒绝她 可是她想安静她自己 她就沉默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她去参加慕永康的特会 在那里面慕永康牧师 为她祝福祷告的时候 她就得着一个很大的祝福 她有传福音的恩赐 她就开始决定 她就跟神祷告说 如果你让慕永康牧师 有十万个灵魂得救 那请你让我 有一百个人的灵魂 可以得救在我身上 她就开始去办孤导会 第一个礼拜来了十七个人 第二个礼拜来了五十五个人 第三个礼拜来了一百零七个人 后来她的人就这样一直增加 她又去办了两千人的孤导会 来了四千个人 借更大的场地之后 办了五千个人的孤导会 来了一万多个人 一直到她有一次聚会的时候 她传福音给二十万个人 今天神 为什么会在一个妇女的身上 甚至是一个离过婚的妇女身上 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慕永康牧师说 她祷告神 为什么你会用一个这么 婚姻破碎的人来做这么大的事情 神告诉她 在每一个软弱的亲民上面 都可以为我做荣耀的见证 今天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软弱 但是你可以为神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女生 发起了一个蓝色断带的运动 这个断带上面告诉每一个人说 你可以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人第一个人就会拿三条 传给下一个人 跟她说你剩下两条 请你再传给另外两个人 其中一个女生拿了 她想到她的上司很严肃 非常的严肃 可是她觉得她的上司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她就把那一个东西 其实她不太敢跟她的上司讲话 但是她知道那一个蓝色断带 提醒她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她就把这个蓝色断带传给她的上司 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告诉她 谢谢她在她工作的这段时间 陪她很多 帮助她很多 那个上司拿到的时候 很开心 因为她觉得 她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怎么还会有人想要送她蓝色断带 这个上司呢 就想起她的儿子 因为她每天都很努力在工作上面 所以她都没看中她的儿子 回家之后 她就把另外一条蓝色断带 拿给她的儿子 拿给她的时候跟她说 谢谢她 这么乖 然后没有让她担心 她儿子拿到那一个断带之后 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跟她爸爸说 你知道你已经好久没跟我讲话 而且你再不跟我讲话 我就 我真的预备再过不久 我决定我要去自杀 所以这个蓝色断带 一个爱 一个做不一样的事情 让一个家庭改变 让一个人的心软 同样的 神今天也给你一个呼召 你可以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 女生 是一个被神看为尊贵的 是男人的容量 鼓励你们 在服饰上面 可以更多的站出来 在你的家庭里面 可以更多的为主来服侍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题目 奔跑吧 女孩们 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 在我们的周报第九页 或者是在我们的PPT上面 这首回应诗是 爱中相遇 你跟神有多久没有在爱中相遇 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妈妈 成为一个女性 成为一个女孩子 神要在你身边中 做什么奇特的事情 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爱中相遇》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立限给你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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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欲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更决定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复在你大根荣耀里 唯有你 唯有你 是我欲喜乐和力量 我愿意 你深情 还拥有你 将我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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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笑到做默契 你情结底心 大胆是否你 愿意 愿意是你 身权在我的生命里 全身灵的心 都照顾我的生 在我们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 相复在你大根荣耀里 唯有你 唯有你 是我欲喜乐和力量 我愿意 你深情 拥有你 将我确认 卸笑到做默契 我愿意 你情结底心 淡淡是否你 愿意是你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全身灵的心 散伴我一生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相遇 在爱中相遇 坚定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荣耀 正经 将我再与 从我前面 卸上到做默契 你情结底心 快跑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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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全在我的生命里 这生命的心 想往我一生 你每一天过得怎么样 开心还是辛苦比较多 开心 可是我那天遇到一个姐妹 她跟我说 她每天都 过得很辛苦 因为她觉得神没有在她的生命中掌权 她觉得神没有给她一个爱的感觉 那我问她说 你每天跟神亲近多久 她跟我说 她觉得亲近神是一件很耗费时间的事情 所以她都没有跟神亲近 我鼓励她说 请她每天读一件圣经 或者是在起来的时候做一个祷告 那后来 她跟我做了一个见证 她跟我说 当她这样做一两个月之后 她发现 神有听她的祷告 我跟她说 神听你的祷告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更多的认识神 所以她现在就都有固定来聚会 而且她的聚会是断断续续 那我很感谢神 让我们的华语堂 在这边有提供不一样的预言 我欢迎所有不一样的语言的弟兄姐妹 来到这里 那我相信神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语言 你在敬拜的时候 你都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 我盼望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你们已经花时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们就要更多的跟神亲近 坐在这里 就是把你的重担交给神 把你的压力交给神 把你自己交给神 回去之后 每一天也花一段时间亲近神 你会发现 你跟神是能在爱中相遇 祝福你们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之下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定限给你 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 在爱中相遇 在一世相复在地上 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跌倒的温柔 我愿意一生清白荣耀你 将我确认 却上当作火器 你情节的心 大胆是风铃 愿意一致意 成全在我一生命里 全身命的心 伤了我一生 接近我希望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希望 快跑跟随你 荣耀终极在地上 将我坚然 介绍当作火器 一情节的心 反弹是风铃 愿意一致意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全身命的心 伤了我一生 伤了我一生 天天花级 你在爱中 相遇在地上 佛在地上 佛在地上 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的 遇到地上 我愿意一生 尽快荣耀你 你会起来到吗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你按着你的心 像造文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你眼中 是看为最宝贵 因为主耶稣我们像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有你的形象 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爱 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 主要我们再次回转向你 让我们去寻找这些东西 当我们的生命失去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没有平安 我们没有喜乐 但是主你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愿意花时间 来到你面前 亲近你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爱中相遇 你不仅 是我们的阿妈护神 你还是我们的良人 是我们的恩友 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要全然交托给你 主愿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他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他们得着神的祝福 看见你给他们的标 就让他们这样去洗 谢谢主耶稣 我们将祷告 各式奉会出基督圣明 Amen 我们就去洗澡 几瓶子 我们的感觉 好 我们的感觉 来